淵莎七王狂幻開始 原來講金光那個對不對 喔 所以我們是要來到這裡 哇 這什麼地方 森林裡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建築物啊 好可愛喔 喔 冷死啦 總之先進去避雪吧 沒有啊 這邊沒有可以進去啊 還是我們要從左邊 這邊感覺比較像監獄 或是精神病院之類的 竟然病院不是也會有這種的嗎 這裡 牆上有個洞 大衛又來救這小屁孩了嗎 搞不好別人來救咧 搞不好到時候換人來了 他的鐵鏈打不開 有個名牌但文字已經磨損了 所以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這尤其有錢嗎 對 他現在有特價喔 在Steam上面他是有特價的 我記得沒錯他也是有免費版的吧 但是免費版的有沒有中文我就不知道了 通風口 可以進去通風口 他就這樣毫不猶豫的跳進去 喔 摔得好慘啊 威爾你沒事吧 超級幸災樂禍的這傢伙 得到手電筒 輔助鍵 這個 架子裡面什麼都沒有 又是鑰匙孔欸 我怎麼覺得最近常看到鑰匙孔的那一個啊 鑰匙孔的手電筒 不過有開真的差很多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噴機罐 好我們拿一個噴機罐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頭緒我拿噴機罐可以幹嘛 這是 誰 有人坐在椅子上 Yuck those clothes Must be a hobo And it looks like he's sleeping Hope he doesn't freeze 哇 衣服好髒看起來是流浪汗 他好像睡著了希望他不會被動死 你有看過哪個流浪汗那麼瞎趴的 然後染著黃色頭髮嗎 這邊是禱告室嗎 這邊看起來有點像禱告室欸 就是一般進去裡面然後說 神戶啊 偶有罪啊 然後開始懺悔那個 懺悔室啊 是吧 是吧 道解室好 都不對 哇 看起來是個道解室 但這裡又不是教堂 怎麼回事 物理上碎死了是不是 喔 你要告解嗎 威爾 哎呀不巧 神父好像不在耶 啊 交給我吧 來 請告解吧 迷途的告羊 大羊 你還是不要講話好了 她是女生嗎 看名字我以為是男的耶 可是她的嘴唇好紅喔 絕命精神病院 完全不叫突通啊 這根本不算是告假 這也是沒辦法試啊 不是嗎 好啦 告解遊戲結束 嗯 我們得想想今後該怎麼辦 所以你們真的是離家出走 哇哭 有人在外面 還是走路 走遠了 離開了 是剛剛那流浪漢嗎 思考如果他聽見那著 剛剛威爾根本沒有講話啊 我不知道這地方,但我知道這地方很可憐 我完全不覺得很溫暖 我們找到其他地方,Will 大屁孩 這邊有爐 垃圾桶 瘋瘋口打不開 有鑰匙欸,可以拿嗎? 上鎖 這邊應該可以用這個鑰匙開吧 不行 他的鑰匙是哪一邊的鑰匙他也沒寫 上面寫Gate No.1 我吐槽說他怎麼沒有寫鑰匙是什麼 要我隨便拆嗎 好,他就寫了 這應該是大門 這你女朋友找到你是不是 玩Outlet 13,不要 肯定要別的出口,我們找找吧 這邊是... Steph 好,我看不懂 裡面圖 我們現在是在2樓 然後 旁邊是Steph Room 然後再來是廁所 好 拿走 這個是我的啦 從現在開始他是降龍的啦 啊不,他是威爾的啊 1508號房回收 預計歸還圖書館 畫書 放著什麼東西,有嗎?鑰匙 Andy Thorn 安迪索恩 成就的筆記本 好 好噴 沒有什麼東西 這邊算宿舍嗎? 這邊看起來算宿舍耶 我剛剛拿到那個筆記本 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沒有嗎? 我得到了新的啟示 我因為過去的蠻恨幽靜在這個地方 現在只有不安 今後等待我的只有毀滅 我不想要這樣的未來 我所需要的未來 唯有救贖一圖 蠻恨不安毀滅救贖嗎? 這是來給我們提示是不是 那這個圖畫書呢 G508的 這是 Monster in the Mirror 鏡中怪物 鏡中的怪物向我提問 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的年紀? 你住在什麼地方? 你喜歡什麼? 你討厭什麼? 你是好孩子嗎? 你是壞孩子嗎?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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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鏡子裡的是誰? 話說這裡該不會其實是學校吧? 我的同類阿威兒 這裡該不會是學校吧? 怎麼會有這種話說 那是員工休息室喔? 我不知道 對不起 鐵柵人上鎖 那我們應該可以用這個鑰匙打開吧 不是你 這個嗎? Bingo 哇 這是Visting Room 探望房嗎? 所以這邊是監獄喔? 要這樣看的話 感覺有點像是監獄欸 因為還有探望室欸 這邊都沒有辦法打開 導演 Dining Room 餐廳 我先存個檔 他現在沒有吃東西 然後就這樣到處跑 他都不會餓喔 我看到我都覺得好餓喔 這邊這裡 Kitchen 廚房 來吧 喔喔喔 放置木箱 又是你的小夥伴 你不能關關你的小夥伴嗎? 他這什麼名字來的 POP 波普 波普 你不能關關你的小夥伴嗎? 叫他不要這樣突然嚇人啊 波梯裡面有東西打不開柵欄 我能聽到什麼聲音欸 奇怪 錯覺了嗎 誒 有人來了 誒 有人來了 是誰 是誰 What the heck 別動你在那做什麼 誒 誒 蛤 是誰 那你昨天在旅館的離家出走少年 你是昨天在旅館的離家出走少年 你不是騎師嗎? 是吧 他是騎師吧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你為什麼不在學校 小鬼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叫什麼名字 沒去上學嗎 我會一次問一個問題 算了 這裡禁止進入 過來 你該離開這裡了 這馬是騎師嘛 對不對 嘻嘻 我不是在社區安全部門 唉真是的 我可不是社區安全部門的 呵呵呵 社區安全部門 因為這不是特別的 有些不好的獅子 要留在夜裡 這個地方叫做 隱藏 就像離家出走要住就住旅館吧 這地方特別危險 所謂的靈異景點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不是聖誕老人 那個什麼 流浪漢到底是 噢 猜猜他不知道 15年以前 5個人死了 這裡 在那裡 還是一樣衰 什麼 你原來你不知道啊 15年前這裡死了5個人 而且他們是以一種 非常奇怪的方式被殺害的 有時候 傻孩子們來這裡 但他們回來 說到最奇怪的故事 他們看到了 閃光 或聽了喊 所有會有幾個來試膽的蠢惑 他們都說自己經歷了奇怪的事情 像是看到影子 聽到哭聲之類的 還是一樣衰 這到底是過去多少年啊 你想知道那五人怎麼被殺的嗎 據說他們是被吊起來 肚子被剖開 五個人都是 是變態殺人團吧 雙腳被綁起來倒掉著 從腹部流出的血 把他們染得通紅 這什麼 這是什麼變態殺人方法啊 我天啊 就像是 那 那 那個啊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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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如何害怕了吧 明白了 其實 其實真的是 自從他解開心結之後啊 那個 那個 那個惡趣味完全重現出來了 他哭了 老鼠 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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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為你嚇唬我波普害怕逃走了 那是你的寵物嗎 那是你的寵物嗎 他不是我的寵物 他是我朋友 啊 啊 嗯 嗯 我意思 原來這屁還會說話 對我剛剛也只有這個感覺 我一直印象中好像有看過他說話的樣子 很久以前玩的時候 啊 不是那個 嗯 總而言之啦 你要負起責任幫我找波普啦 我 老鼠 你開玩笑 可是你嚇了他 所以他才會逃跑的好嗎 我會說我抱歉 但是我沒想到你會有一個小狗 在你的口袋裡 嗯 嚇了他我是很抱歉 但我沒有想到你會把老鼠 放在你口袋裡啊 如果你是不想到你的寵物去跑 他就是一個小狗 如果你是出門 如果你是出門去刺別人 如果你是寵物要把他刺住 以免他跑掉 要是那隻老鼠跑出去咬人怎麼辦 他才不會咬人啊 他才不會咬人啊 你最好知道 可能你把那隻老鼠留在你的口袋裡 因為你以為他不會跑 但他也知道了 他也知道了 也許你以為那隻老鼠不會跑 所以把他放口袋 結果他跑了不是嗎 就是這樣 抱歉 但我沒有時間找到老鼠 嗯 就是這樣 抱歉我沒時間找老鼠 那你為什麼有時間來這啊 你自己找到老鼠 然後你找到老鼠 然後你找到老鼠 趕快走 愚蠢蠢蠢蠢蠢蠢 哈哈 臭小鬼 要找的話自己去找吧 找完趕緊回家 臭小鬼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跟你沒關 快走 我不會覺得雨會停下來 他究竟是男的女的 應該是男的啦 威爾 然後再加剛剛那樣看的話 那他嘴唇好漂亮喔 快回去吧 今天的雪好像不會停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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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好不容易衛裝不會講話了 破功了 我需要 找到波普 快 然後我 我會離開這個地方 趕緊找到波普 趕快離開這種地方 我會 自己的 好 對 波普 我獨自一人也沒問題了 對吧 波普 我覺得問題可能大了 雖然我一直很不想吐槽他啦 可是我覺得他問題大了 剛剛往哪跑啊 那個騎士真的是很壞耶 可是我覺得可以 喔這邊現在可以走了嗎 剛剛就可以走了嗎 我剛剛沒有看到 欸 我是在鬼打牆嗎 嗯 嗯 欸 這是鬼打牆嗎 總覺得我從剛才開始就一直在同一個地方 真的欸 真的鬼打牆欸 然後他就這樣英勇的開始尋找自己的 好朋友 一個人 我是不是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 難得這個時間起床是不是 我好像一直在重複 重複晃欸 我看這邊都沒有東西啊 只好男主人聽得懂浩子說話 有兩個可能啊 我目前想到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他真的聽得懂 三個可能 一個是前面說的 他聽得懂老鼠說話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老鼠真的會講話 還有第三個可能是 他幻想 他的講話 就是他幻想 就是有點類似 那老鼠只是在幫他講出他的心聲 例如說 他很討厭那一個 老闆 你可以把他想像成那一隻波普 的聲音就是他內心的良心 你可以這麼認為 好不好 就是他內心謹存的良心 然後 阻止他去 要離開大衛的房子 然後 那個 然後幫他靠北說 你那個老闆有夠煩 類似這樣 都沒有東西啊 那我在這邊幹嘛 寫在這裡的 難道是樓層樹 話說我現在在幾樓呢 我不明白 可惡那大叔去哪了 我想想看 他有講說 他有講說這要怎麼離開嗎 欸? 這要怎麼離開 紅色噴漆 體記本 二樓? 問題是 問題是他這邊都糊掉 我們要怎麼知道 難道他上面做記號嗎 呵呵呵 欸? 等一下 講到做記號 我好像有個可以做記號對不對 這個嗎? 我可以記在這裡嗎 畢竟這裡看起來像個廢墟 應該沒關係吧 可以欸 做了記號 亲爱的雅历克,我听说你两个星期后就要搬去里面的大楼了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吧 如果你还能看得懂我的话,请仔细阅读这封信 我一个星期后会去见你,请你坐在会客室右边的座位上 我会把刀子放在桌子下面,你把它藏起来,然后带走 我会放两把,你只需要带走一把 欢迎失手的话,阿金会把剩下的那一把拿给你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客室右边的座位上,会客室在哪里 阿金跟我说,这封信一定会送到你那里的 读完信后把它藏起来,免得被人看见 若是被人发现的话,会给阿金添麻烦你的母亲 哦吼? 刀吗?所以意思是我们现在去拿刀是不是 结果搞了半天,这一个就这样喷一喷就没了 太方便了吧 听到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 谁在那哭啦 出来啊 看着我看着我的小朋友,你瘋的 你瘋的